基隆镇冰鱼港彩色屋散发着浓浓的北欧风情 然而在一旁却有着融合台湾和日本文化的美食正在炙热燃烧 涂大吉姑辣延续着从日治时期传承下来的民间美食 竹轮制作法甚至原名称就延续着日式发音吉姑辣 浓厚的文化背景让吉姑辣的美味更别具风味 而涂大也因为延续着探考的古法 为自己和家人再造事业的第二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为您制作的用心爱台湾 这个叫吉姑辣 但是我们念久了叫吉姑辣 什么时候变吉姑辣我也不知道 吉姑辣是因为以前吉姑辣是最大的鱼港 它的鱼产量最多 它是有剩的话就会做鱼香炙饼 所以鱼丸什么鱼加工的东西是吉姑辣最多 这个就是别的地方比较少 而且这边做做做 就是只有剩吉姑辣在做 其他地方没有在做 我喜欢吃那种鱼浆类的东西 像那个天不辣那个鱼碗我都喜欢吃 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我老婆是因为她家里在做这个 所以她从小就会这样做这个 我是一般上班族 我是退休的跟她来做这个 所以我们退休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第二圈 第二圈 但是你烤也可以用瓦斯也可以用炭烤 炭烤是比较麻烦 而且炭烤的成本最高 我们的客人就喜欢炭烤的味道 他们是现场吃都觉得是有炭的味道 我们如果不是用炭烤的话 我们就不用在这里做 我们就关在门做就好 像表演一样真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比较空旷一点 就不会那么热 不然你门关起来在里面热死了 你要耐得住那个热 因为那个温度很高 你那边要站得住 那很多人没有帮我站 以前在这里的都没有人 游客也没有 也都没有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 比较不会妨碍到别人 因为这个你在四季没有帮我做 那个四季邻居可能动不掉 我们之前选这里 因为这里是没有人 因为这里游客不会来这里 这里不是观光区 没有游客 以前没有什么彩虹屋都没有 就只有我们在这里烤 我们就默默在这里烤 旁边都没有商店 什么店都没有 иниоче vara 那后来是我们 那后来是我们 我们原来是没有卖垃的给客人 因为有一些釣鱼的 那肚子饿了 然后可能把一只 两只我们卖给他们 这样这样的卖 卖出来 本來我們是沒有賣給市場 本來我們批給市場 現在我們不批給市場 我們就在這裡賣 因為市場的話 它價格把你壓得很低 所以你的食材不可能很高級 因為那個太商品了 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如果是賣給東方哥 我們原料可以弄好一點 因為那個會比較有利潤 所以原料可以弄好一點